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來到台北市城中市場的魷魚羹麵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那就決定吃吃看這個令人懷念的口味 牆上就有很多這間店的報導 同時還有很多名人的照片 老闆娘,我要一個綜合羹麵這邊吃 好,謝謝 這家店已經開很久了 40多年 那大家是綜合羹麵的多還是魷魚羹麵的多 綜合,好 牆上好像感覺蠻常上媒體的 還好 OK 感覺還不錯 好,讓各位期待一久 這個就是令人懷念的口味 旁邊就是有沙茶 高棧塔 還有魷魚 魷魚跟魚樹 嗯 原始的味道口味就蠻好的 沙茶的味道很香 很典雅 最近我說典雅常被攻擊 哈哈 很香啊 嗯 麵條很Q彈 好,桌上還有蒜水辣椒跟醋 那我都加一些好了 那我都加一些好了 像這種羹麵就加點辣的比較好吃 應該是說它這個柴魚湯頭的味道很香啊 嗯 嗯 這樣調過之後更好吃 個人覺得 比較喜歡加重口味 加重口味之後這個 味道更加的利比 嗯 好吃 很有實力 嗯 嗯 很讚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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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傳統的湯頭 然後沙茶味道很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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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啊,魷魚肉也蠻大怪的 啊 不錯 啊 不錯 啊 還算不錯啊 整體的話 這個 湯頭的味道比較重 然後魚酥味道也蠻香的 但是魷魚稍微味道淡一點點 口感不錯,但是味道稍微淡 嗯 嗯 那我覺得分數是88分 好 88 如果不加足料的話 它的湯頭稍微感覺甜一點 好,不錯 好,有些人很突然 朋友啊 這樣應該就滿足了 喔 就是吃給外國的朋友看的 好不錯 好,不錯 試試看,這個蠻不錯的小品 那各位來就做民用餐一塊,掰掰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那緊接著就來到城中市場也非常有名的 城中貓耳朵 這是這家店正面的樣子 看起來就是有炒麵炒飯 應該最著名的應該是貓耳朵吧 老闆你好,那我想要請問就是 應該既然叫貓耳朵的話應該就是 貓耳朵是比較招牌嗎 對,比較招牌,或炒飯也不錯 那貓耳朵分兩種,一個湯的一個炒的 那您推薦呢 有些人喜歡喝湯的話就是有高湯 炒的話是口味比較重 那我炒的好了 炒貓耳朵 好,謝謝 要加辣嗎? 要加辣,小辣謝謝 炒耳朵小辣 炸耳朵小辣,帶走嗎 這邊吃 好,裡面包 裡面請坐 好 那全貓耳朵應該算是一種山西的料理 算是啦 算是啦 因為我們以前就是包水餃沒有包完 怎樣 沒有,只是問說貓耳朵算是哪裡的料理 山西嗎 山西嗎 山西啊 對 山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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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辣,謝謝 好,那 除了炒的味道比較重 那就先先吃炒的 下次再吃湯的 這樣一份80塊也蠻便宜的 蠻經濟實惠的 哦,我懂啦 它其實有點類似水餃皮 好,這樣就好了齁 好,那 感覺好像是包廠 好,那 牆上有完整的菜單可以看一下 這感覺不錯齁 貓咪千萬兩 金運萬來 跟金運萬來 好,那放這個新聞台就是有個令人緊張的感覺 我現在要試試看 貓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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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 以前我吃過貓耳朵 好像比這更小片 差不多像指甲片 那麼大片 我吃過大概就差不多像這麼大的大小 好 高湯就有點像是會飯的汁一樣 嗯 好吃 然後湯頭裡面就是有高湯 還有這個蔬菜的清甜味 有木耳 高麗菜 還有肉絲 不錯 帶著微微的辣度 你要是喜歡吃麵食的朋友 這一道你應該會很喜歡 然後這個蠻有多 這裡就是很Q彈 嗯 好吃 很外省式的口味 不錯喔 應該有人吃過吧 我覺得是一個令人懷念的口味 越吃越好吃的感覺 好吃喔 一口接一口 感覺不錯 好像感覺最近這個台海之間蠻緊張的 哈哈 再怎麼緊張也還是要吃飯了好不好 好 口味真的不錯喔 好 分數我覺得是90分 很好吃 口味濃 但是又有這個蔬菜的清爽跟清甜 還有這個 貓耳朵的Q彈 我覺得不錯 滿值得推薦 好 好好吃喔 另外看到這一幕 監視1BS的最新畫面機 下掛載了兩枚星星導彈 外界推火這團導彈 應該還有一點微微的醬油的口味 好那差不多我就慢慢吃了 那覺得滿好吃的 各位朋友可以來吃吃看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麥克大叔 那緊接著 最後就來到 城中市場 非常有名的 豆花伯50年老店 老闆娘你好 好 那這是從我媽媽年輕的時候 就常常來用 對對對 那前天 欸前天是昨天有來耶 這樣齁 感謝 那您推薦的口味是 我們的每樣東西都很用心的在做 都是我兒子自己選的 欸是 沒有選人家 就是我兒子自己選 呃 好那我就自己選好了 那就 冰 冰綠豆這邊吃好了 冰綠豆豆花 冰綠豆豆花 他吃幾顆粉圓 這個都自己做的 沒有還回去 喔好 綠豆還回去 好謝謝齁 這邊吃嗎 欸這邊吃 其實小時候應該吃過啦 但是我可能忘記了 對對對 因為我小時候常跟我媽媽在這邊 欸走來走去 超過五十年以上的老店 快要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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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Ladies and Gentlemen 你們讓我隆重介紹 超過五十年以上的老豆花 欸不 那個五十年以上的老豆花 那個五十年以上歷史的老豆花店 好現在就吃吃看 我應該小時候有吃過啦 但是 忘了 粉嫩粉嫩豆花 很適合在吃完兩個大餐之後 加辣之後再清涼一下 剛剛好 嗯 冰涼涼冰涼涼的口感 粉嫩嫩粉嫩豆花 清清爽爽清爽爽的感覺 好 加著碎冰這樣吃起來很透涼 然後糖水不會很甜 感覺裡面好像有點薑汁對吧 糖水好像有點薑汁 冬天才有 冬天才有 熱的時候才有 那我就吃錯了 冰的時候沒有 OK 然後總之個人覺得 糖水吃起來是有香氣的 冰涼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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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近講起我小時候也常會被攻擊 反正講什麼都不對 沒關係啦 我還是做我自己 既然都是這樣子 好 那豆花就是粉嫩嫩粉嫩嫩的 好 就希望各位善良的朋友 能夠看出我這個頻道的有趣之處 好 不喜歡的朋友 那你就不喜歡我好了 我也沒辦法解釋什麼 好這豆花真的蠻嫩的 好個人覺得蠻不錯的 這是一個很樸實的味道 沒有說很驚豔 好但是也不會說難吃 好就是在吃完這個 大餐之後再吃個冰醬 感覺很舒服 好相信我這樣形容各位就會懂啦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一開始就先吃這個的話 後面大餐可能就會這樣子倒過來 覺得分數沒那麼高 好但是你先吃完了這個 加辣的像我們剛剛吃 魷魚麵跟貓耳朵完 再吃這個 就哇哦很加分啊 好那分數我覺得是92分 好讚 好像對焦白色好像對焦不太出來 好就很平時啊 好吃 好這家店就事實上就是在剛剛那個 魷魚羹的對面 好那這個就是令人懷念的名店 好謝謝 謝謝喔 好 謝謝 好那給我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拜拜 好那今天這個走路可能就只有小小一段啊 因為我現在還要趕時間上班 好這個就是令人懷念的感覺 好上次我媽曾經在這邊買過水果 好上次有吃過這個 周機手工家常麵也非常的美味 下次再吃別的品項 好吃的吃的還有很多啦 好這阿順排骨 我覺得也可以值得再來吃吃看 好再回頭 這邊還有素食的 黑黑的一段 哈哈 好這個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老牌牛肉拉麵大王 欸老闆 欸老闆 上次沒有看到老闆阿 所以這是打個招呼 好還是照一下阿 沒有看過朋友就再看一下 尤其這個湯頭 湯頭非常的讚 好所以客人也非常的多 好那外帶去的話就是在這邊等 好所以等待的人也非常的多 好可以吃的還有非常多了 好像這邊還有好幾家我都還沒吃到 好 好就到到頭了 好 好 欸你好 很客氣的老闆娘 下次再來吃吃看 哈哈 剛剛我們又吃飽了 謝謝 好那這個米粉湯上次看過 感覺也是蠻古早味的 好那這樣就一圈了 以這邊賣吃的來講就算是一圈了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吃得開心逛得愉快 掰掰 謝謝 謝謝